本小节我们将通过python-dos模块去操作word文档 实现写入文本的操作 首先回到代码当中 这里已经创建好了一个python文件 在这里先去导入一下docx模块下面的document 去用于创建document的顿像 这里通过fromdocximportdocument 开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使用docx模块的一个基本步骤 首先第一步需要去创建一个文档对象 第二步通过创建好的文档对象 向word文件当中去写入内容 包括像文本表格图片的内容 那第三步的话呢就是保存文档 这里我们先去看一下 想要去创建一个文档对象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document的一个变量呢 去进行接收 后面呢直接通过一个document 通过它呢去新建一个文档对象 这里如果我们想要对一个已有的word文件呢 就进行编辑 那么就在document这里呢 给它去传入一个指定的一个地址 比如我们把它呢存放在某一个路径下面 这里呢直接去填写上 我们想要去操作的一个word文件的一个路径就可以 这个呢是去读取现有的word文件 去建立一个文档对象 那第一步文档对象已经创建完成之后 第二步呢我们要在里面去写入内容 这里我们去创建一个新的文档 用来存储一份目课网的简介 在文档当中呢 文本部分一般分为标题和段落 接下来我们首先呢通过add-heading这个函数呢 在文档当中去插入标题 通过document.add-heading 里面呢就传入我们要写入的一个内容 刚刚说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去放一份目课网的简介 这里呢我直接写上一个目课网简介 插入完成之后 第三步呢要去执行一个保存的操作 这一部分呢直接通过document 我们创建了一个文档对象 去调用一个sale的一个方法 在里面给它去传入一个要保存的一个文件 这里给它起个名字叫做info.docx 现在呢来保存一下 我在前面呢没有给它去指定一个绝对路径 那么它呢会保存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项目当中来 我们右键呢去执行一下 执行完成之后 看到这里呢多出了一个word文件 我们去打开看一下 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标题写的是目课网的简介 那我们刚刚去调用这个hiding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只是给它呢去传入了一个内容 那么它默认的这个标题呢是标题1 但如果我们想要去创建其他级别的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在这个参数这个位置呢 给它去进行设置 它的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level 表示的是一个标题的级别 它的一个指定的范围呢是0到9 如果我们超出的话 它会引发一个value error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比如给它传入一个4 现在呢我们把它先关掉 再去执行一下 看一下修改后的一个内容 这里看到目课网简介这里它呢就变成了标题4 这个是写入标题的时候 我们给它呢去传入一个标题的级别 学会创建各级标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在文档当中去插入段落 这里呢通过document.add.paragraph去进行创建 里面呢直接传入我们段落当中要写入的一个内容 我这里呢直接给它去复制过来 那段落去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在前面呢给它去定一个变量PE呢 去进行接收 我们把它先关掉 这时我们再去执行的话呢 它就会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档的后面呢 给它呢去添加一段我们刚刚插入的一个新的段落 那在文档当中插入段落 除了我们刚刚使用的方法之外呢 如果我想要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段落之前 再去写入一个新的段落 在这里可以通过我们上面接收到的一个PE 去调用一个insert.paragraph.before 在这里呢去写入我们新的一个段落 这个呢是在段落前去插入一个 新的段落 现在我们再来去执行一下 看到这个段落呢就插入在我们刚刚写录的这个段落的前面 这时我们想要对段落当中的内容去进行格式设置 像段落的缩进 对习方式 段落当中的字体 字号这些内容 那这里呢我们先去看一幅图 首先最上面的Document表示的是一个文档对象 下面的paragraph表示的是文档当中的一个段落 那么在文档当中呢可以包含多个段落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设置段落的属性 像行间距 缩进 对积方式等 那下面这个乱对象呢是用来设置它的一个文字的属性 像文字的字体 字号 加粗 倾斜 这些效果 下面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我们首先呢先对段落整体呢去进行设置 设置一下段落的行间距 缩进 我们这里就以上面这个段落 这个p1呢以这个为例 在这个下面呢我们去给它呢设置一下 下面我们去定一个变量 formate呢去进行接收paragraph format的一个对象 在后面呢通过p1.paragraph-formate呢去进行获取 那我们刚刚呢说要想要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个缩进 那缩进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段落和我们容器变缘之间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一个页边距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左右缩进 通过formate.left-indent 后面呢去设置我们缩进的一个距离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去设置一个pt 然后你们写个20 那pt这个单位表示的是bomb 我们想要使用的话呢 首先需要在最上面呢给它去进行导入 这里呢通过fromdocx.sharedimportpt 那这个表示的是我们左侧的一个缩进 那右侧的缩进呢也是一样 这里呢给它改成一个right去进行设置 我们写上一个pt20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给它去设置了一下左右的一个缩进 那一般在一个段落的开头呢它都会有一个首行的缩进 如果想要设置它首行缩进的话 这里呢可以通过formate.first-line-indent 给它呢设置为一个pt20 这个呢表示的就是一个首行的缩进 那我们如果想要设置这个段落它的一个行间距 那这个地方可以通过formate.line-spacing 通过它呢去进行设置 那默认呢是一个一倍的行间距 这里呢给它改成一个1.5倍的一个行间距 现在我们再来去执行一下 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段落 它在左右呢就多了一个缩进 同样首行呢也是有一个缩进 那行间距的话呢也是有一个1.5倍的一个行间距 下面我们想要针对段落当中的某一些内容呢 去进行一些单独的字体设置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刚刚所提到的一个run的这个对象呢 去进行设置 我们在底下 在后面呢我们首先通过上面的段落 pe.add-run 那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在里面呢去针对于我们段落当中的文本内容呢 去做一个追加 我在这块呢给它再去复制一下 给它呢直接去粘贴过来 在前面呢我们去定一个变量run呢去进行接收 下面我们要单独的去设置这一行 它的一个字体字号以及一个文字的颜色 下面呢通过run.font.size 去设置一下它的字体大小 这里呢写上一个pt12 那这个12磅和我们wood文档当中的一个字体大小 它呢是如何对应的 这里呢有一个对照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2磅的话呢对照到我们的wood文档当中 那它的字号呢就是小4 这个是关于它的一个字体大小 那下面我们想要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字体 这里呢通过font.name 后面呢给它去设置一个微软亚黑 这是它的一个字体 字体的颜色呢通过run.font.color.rgb 后面的话我们想要去构建一个字体颜色 首先呢还是在最上面呢去进行引用 在这个pt的后面我们去引入一个rgbcolor 在底下呢给它去写上一个rgbcolor 里面的话呢我们给它呢去随便的传入一个颜色 这个地方呢我就随便的去写一下 这个表示的是它的一个字体颜色 我们来去看一下效果 那这个地方看到木课网课程覆盖前端开发 peerp等等这些内容 那这一行呢它的颜色就变成了一个红色 字体大小呢是小4 字体的话呢是微软亚黑 那这一块呢都是我们刚刚去设置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去给它呢去追加一行内容 在底下呢通过pe.add.run 同样我再去把后面的内容呢给它去复制过来 盘周围给它呢去粘贴过来 在后面给它呢去定一个变量run1呢去进行接收一下 这样我们在一个段论当中呢 如果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个不同的样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add.run呢去创建多个run对象 下面我们想要去设置一下这句话呢 它的文字呢是个加粗的 并且呢给它去添加上一个下滑线 字体呢给它设置为是一个鞋体 那想要设置加粗 首先呢通过run1.board给它呢设置为处 表示呢它是个加粗的 下滑线的话这个地方通过run1.font给它设置一个antiline 给它呢也是设置为处 表示呢它是添加下滑线的 那最后一个想要设置它是一个鞋体 同样呢run1.font.italica 给它呢也是设置为处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来去执行一下 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文档当中的效果 看到最后一行 那么它呢就是一个鞋体 并且呢是一个加粗的 同样呢底下呢给它添加上了一个下滑线 现在我们就掌握了在文档当中插入文本以及文本格式的设置 下一小节我们将继续学习如何在表格当中写入表格和图片 我们来看看 怎么评伦的